治安官都是大权在握 而毫无耐心的人 他们宁可随便判个一年徒刑 也不愿意听被告的陈述 没有人会想去见治安官 我想我们应该去 湾达说道 谢顿说 好了湾达 我想我们该听西府 但是他刚说到这里 便觉得腹部一阵强烈的激荡 那是湾达在推他 于是谢顿改口说道 好吧 如果你坚持 他不能坚持 我不会允许这种事的 律师说 湾达说 我的祖父 是你的委托人 如果他要某件事 照他的意思做 你就得这样做 我可以拒绝 我可以拒绝他的委托 好啊 那么请便 我们会单独面对治安官的 诺夫可想 诺夫可想了想 那么 好吧 既然你这么固执极健 我担任哈利的法律代表好多年了 我想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遗弃他 但是 我要警告你 他被判入狱的机会 十之八九 到时候 我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寻求赦免 假使我办得到的话 我可不怕 谢顿咬着嘴唇 此时 律师又转向了他 你怎么说 你愿意让你的孙女做主吗 谢顿想了一下 然后大大出乎老律师的意料之外 他答道 愿意 我愿意 当谢顿进行陈述时 治安官 美好气的望着他 治安官说 你怎么会认为 你打倒的那个人 有攻击你的意图呢 他打你了吗 他威胁你了吗 他有没有 以任何方式 令你感到身处险境呢 我的孙女察觉到 他向我破金 而且相当确定 他打算攻击我 不用说老先生 这一点绝对不够 在我宣判之前 你还有任何事情 能告诉我的吗 好吧 慢着 别那么快就宣判 谢顿愤愤不平地说 几个星期前 我遭到八个人的袭击 结果我的儿子 帮我打退了他们 所以说 您看 我有理由认为 可能再度受到袭击 治安官随手翻了翻文件 遭到八个人袭击 你报案了吗 当时附近 没有保安官 一个也没有 他非所问 你报案了吗 没有 大人 为什么 原因之一 我怕卷入冲肠的法律程序 既然我们把八个人都赶走了 自身又安然无事 再找其他麻烦 似乎毫无意义 就你和你的儿子 你们怎么有办法抵挡八个人的 谢顿迟疑了一下 说道 我的儿子 如今在圣塔尼 不在传托管辖范围 所以 我能告诉您 他带着两把达尔长刀 而且 他是用刀的行家 那天 他杀了其中一人 并且 重伤了另外两个 其他的人 便带着死伤的同伴 跑了 但你并没有为这次的死伤 报案被查 没有 大人 理由和刚才说的一样 而且 我们是自卫商人 然而 如果您能查出那三名死伤者 您就有了我们遭到攻击的证据 追查一死两伤 三个无名无姓的传托人 你晓不晓得 光是刀伤身亡的 传托上 每天便能发现超过两千具尸首 这种事 除非立即接到报案 否则 我们一筹莫展 你曾经遭到袭击的这项陈述 完全不足以采信 现在我们必须做的 是审理今天这个事件 有人替他报了案 还有一名保安官作证 所以说 让我们单单考虑 目前这个状况 你为何认定那个人 准备攻击你呢 只因为你刚好路过吗 只因为你似乎年老 而无力抵抗吗 因为你像是可能携带 大笔信用点的吗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想 治安官 是因为 我的身份 治安官看了看 面前的文件 你叫 哈利 谢顿 是个教授 和学者 这点 为何会让你特别成为 袭击的对象的呢 因为我的观点 你的观点 治安官草率地 翻了翻几份文件 突然间 他停止了动作 抬起头来 凝视着谢顿 慢着 哈利 谢顿 他的脸上浮现出了 熟识的神情 你就是那个 研究心理史学的 对不对 是的 治安官 很抱歉 我对他 毫无认识 我只知道 他叫这个名字 以及 你到处发表预言 说些 帝国末日 即将来临 之类的话 并不尽然 治安官 但我的观点 已经变得不受欢迎 因为事实逐渐证明 他们都是真的 我相信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因此 有人想要袭击我 更有可能是 手骨袭击我 治安官 瞪了谢顿一会儿 然后 叫来了 逮捕谢顿的 那名保安官 你有没有查过 受伤的 那个人的身份呢 他 有没有前科 女保安官 清了清喉咙 有的大人 他被逮捕过好几次 罪名是 袭击 和孤警 哦 那么 他是累犯咯 那这位教授 有没有前科呢 没有 大人 所以这件案子 是一位 无辜的老人 击退了一个 有前科的 孤警党 而你 却逮捕了 这位 无辜的老人 是不是这样啊 保安官 哑口无言 治安官说 你可以走了 教授 谢谢您 大人 我能 拿回 我的手杖吗 治安官 对保安官 弹了一下手指 后者便将 手杖 交还给了谢顿 可是 要记住一件事 教授 倘若 你再要用那根手杖 最好 绝对确定 你能证明 那是自卫行为 否则 是的 大人 哈里谢顿 离开了 治安官的审判厅 他的身体 笨拙地 倚在手杖上 但他的头 抬得很高 弯得 哭得极凄苦 他的脸蛋 沾满泪水 双眼通红 双颊 也肿了起来 哈里谢顿 高高地 站在他的身旁 轻拍着他的背 不知如何 安慰他才好 爷爷 我是个悲惨的书家 我以为我能推动他人 只要他们 不介意被推动太多 就像爸妈那样 我就推得懂 可是即使那样 也得花好长一段时间 我甚至设计出了一种 评量系统 分成十个等级 可以说 是个心灵推力计 只不过 我太搞估自己了 我假定自己是十级 或者 至少是九级 可是现在我才明白 我顶多 只有七级 弯得已经停止了哭泣 谢顿 轻抚着他的手 他偶尔还是会抽叶一下 通常 通常我都没问题的 如果我全身贯注 就能听见人们的思想 还能任意地推动他们 可是那些固警港 我确实听得见他们 但我怎么也没办法 把他们推走 我认为你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万大 我没有 我曾有个幻想 我以为当别人来到你的身后 只要我用力地一推 就能让他们飞走 这样 我就可以当你的保镖了 而那 正是我自告奋勇 当你的保镖的原因 不料我办不到 那两个家伙走过来 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是你真有办法呀 你连第一个人 时宜不决 让我有机会 转身击到他 不 不 那和我 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能做的只是警告你 其他的 都是你自己做的 第二个人呢 他跑了 那是因为你击倒了头一个 那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那个治安官 我坚持要见治安官 因为 我以为自己能推动他 让他立刻放你走的 他突然又流下了挫折的泪水 他的确放我走了呀 而且 几乎是立刻释放 不 他毫不同容 对你公事公办 直到发觉你是谁 他才恍然大悟的 那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处处碰壁 差点给你惹了大麻烦 不 我拒绝相信这点 弯达 若说 你的推力 不如你所希望的那么有效 那只是因为 你身处紧急状况 令你身不由己 可是 弯达 听着 我想到了一个主意 弯达 听出了谢对声音中的兴奋之情 马上抬起了头来 什么主意 爷爷 这个嘛 事情是这样大弯达 你或许了解 我必须愁得信用点 若是没有经费 心理史学 简直无法继续下去 经过这么多年的辛苦 倘若一切成为泡影 我可经不起这种打击 我也经不起 可是我们 怎样才能愁得信用点呢 这个嘛 我准备 再次求见 皇帝陛下 我已经见过他一次 他是个好人 我很喜欢他 可是 他并非富可敌国 然而 如果我带你 跟我一起去 如果你推他一下 轻轻地推一下 说不定他就会从哪儿找到财源 好让我再成一阵子 直到 我能想到别的办法 你 真的认为 这样行得通吗 爷爷 没有你 绝对不行 可是有了你 或许就可以 来吧 难道 不值得试试吗 弯的 微微地一笑 你知道的 爷爷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肯 何况 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求见 皇帝陛下 并不困难 当埃及斯迎接哈里谢顿时 他的双眼闪烁着光芒 嘿 老朋友 你是要给我带来坏运气吗 我希望不是 埃及斯解开穿在身上的精致披风 疲倦地哼了一声 将他丢到房间的一脚 你 给我躺在那 他望向谢顿 摇了摇头 我恨那玩意儿 他像原罪一样沉重 像地狱之火一样烫人 当我像雕像般笔直地站着 接受胡言乱语的疲劳轰炸时 我总得穿着他 简直可恶透顶 可梁生来如此 而且他有帝王的气派 我却不是 也没气派 我只是不幸升为他的第三个表弟 所以有资格当皇帝 我很乐意以非常低的价钱 把他卖掉 你想不想当皇帝啊 哈利 不不不 我不会做那个梦的 所以您 别抱太大的希望 哈哈哈哈 可是 你得告诉我 今天跟你来的这位 美丽非凡的少女 是谁啊 弯得面红耳赤 皇帝则和蔼地说 你绝不能被我说的脸红 亲爱的 皇帝 所拥有的少数特权之一 就是口无遮拦的权利 没有人能反对 或者提出异议 他们只能连呼陛下 然而 我不要从你的口中 听到任何陛下 我痛恨这两个字 叫我 埃及斯 虽然那也不是我真正的名字 他是我的地号 而我不得不习惯他 所以 告诉我 情况如何呀 哈利 我们上次见面之后 你有经历了一些 什么样的事啊 谢顿 简单的说道 我 两度受到攻击 皇帝似乎不确定 这是不是一句笑话 什么 两度 沉他吗 当谢顿叙述遭到袭击的经过时 皇帝的脸 沉了下来 我想 那八个人胁迫你的时候 附近 没有任何报案官吧 一个也没有 皇帝从座椅中站了起来 并对两个人做了个手势 示意他们继续坐着 他开始 来回夺步 仿佛试图驱除若干怒气 然后 他又转身面对着谢顿 几千年来 不论何时 发生这类事件 人们都会说 我们何不去向皇帝夙愿 或是皇帝为何不做点什么 最后 皇帝的确能做点什么 也的确做了点什么 即使并非总是明智之举 可是我 哈利 我没有权力 完全没有权力 哦 是啊 是有个所谓的公共安全委员会 但他们比较关心的似乎只是我的安全 而不是公众的安全 今天我们能见面 都算是奇迹 因为你绝不受委员会的欢迎 我对任何事都束手无策 你可知道 自从执政团垮台 腐臂 哈 腐臂了皇权后 皇帝的地位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啊 我想 我知道 不 我敢打赌 你不知道 至少 不全知道 现在 我们有民主了 你晓得民主是什么吗 当然 我敢打赌 你认为 他是件好事 埃及斯皱起了眉头 我认为 他可以是件好事 看吧 你果然这么说 不是那么回事 他把帝国 完全颠覆了 假设 我要命令更多的保安官 站到船头的街头去 在过去的年头 我只要抽出一张御用秘书 为我准备的公文纸 在上面龙飞凤舞的签个名 便会出现更多的保安官 但现在 我却不能做这种事 我得把它送交立法院 当我提出一项建议后 七千五百位男女委员 随即变成哥哥叫的一大群额 首要的问题是经费 从哪来 你多找 比如说一万名保安官 就不得不多付一万份的薪水 此外 即使你同意这种事 又要由谁来挑选新的保安官呢 由谁来控制他们呢 立法委员彼此叫嚣争论 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一事无成 阿里 你提到了穹顶灯光的故障 我甚至连修理灯泡 这点小事都做不到 那要花费多少 由谁负责 哦 灯泡总是会修好的 但是很容易拖上几个月 这就是民主 我还记得 克里昂大帝始终在抱怨 不能做自己希望的事 克里昂大帝 他曾经拥有两位一流的首相 丹姆刺尔和你自己 你们两个人 努力不使克里昂做任何的傻事 而我则有七千五百位首相 他们统统从头傻到尾 不过 哈利 你来找我 当然不是向我抱怨 受到攻击这桥事的吧 没错 不是的 我是为了更遭许多倍的事而来的 陛下 啊 埃及斯 我需要信用点 我需要示范 是 感谢观看